各位澳财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澳财网 我是高颂玉 澳洲的复扣税政策要进行改革了 这是近期在澳洲的各大媒体当中 讨论非常多的一个题材 什么是复扣税呢 假设我们对房产 对我们的股票 或对于其他的资产进行投资 因为投资产生了一定的亏损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房租的收入 抵不上我们自己的贷款的支出 或产生了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可以在我们硬缴税的收入上进行减去 那么最终会把我们的硬缴税收入进行下降 来进去交税 这是澳洲长期以来很多人投资房地产 常常进行使用的一个政策 而近期即将上任的工党 在表示很有可能在上台之后 就取消这个复扣税的政策 我们今天来重点讨论一下这个情况 那工党之所以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改革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上次进行大选的时候 其实工党就提出了同样的政策 那么本次来讲 工党会说我要这样做的原因 核心来讲是有两个 第一是能够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子 而第二是能够让联邦的预算 更加的稳健一些 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澳洲的房地产一直在进去上涨 如果说我们减少了这种复扣税的优惠 让更少的人去因为复扣税的原因 来投资房地产 打击那些房产的投资人的话 那的确有可能会导致对房产的需求下滑 那么进来会让一些新的房子出现 房子价格出现一些调整 而同时的话 复扣税的依然会收益对象 会提供给那些新房的房主 让更多的人是能够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去的 而另外一方面 是所提到的政府的联邦预算的问题 那很有意思 的确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 复扣税曾经就导致 联邦政府的收入可能是减少了130亿左右 而在2018年澳洲政府的赤字是100亿澳元 还长期的一些影响 这的确也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的事情 而我们的邻居新西兰近期也在议会讨论 取消复扣税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了这是正方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反方的观点 在消息一出以后呢 我们现在的财长 我们的财长Fresenberg就表示 澳洲有将近130万人使用着复扣税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的收入呢 都是低于8万澳元的 这里边还包括了很多的护士 警察和教师等等 也就是说从这个数字来看呢 并不是只有着富有的阶层 在使用复扣税 投资房地产 或者投资其他领域 其实有大量的 就是8万收入以下的一些阶层 工薪阶层啊 或者老百姓阶层啊 都在使用这样的情况 因此如果只是说这个政策 是来帮助这个新进入房地产的人也好 或者是说进行杀富济贫的政策来讲 并不是非常合理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建筑行业很有可能会能生比较大的损失 澳洲建筑行业协会呢 是委托Codens Economics 进行了一个报告 报告显示呢 五年之内有可能因为这个政策的改革 减少4万个澳洲的住房 3万个工作岗位 Full Time工作岗位 全职工作的损失 行业可能会损失120亿 那么这个有可能也是需要政府的 在进行政策的时候进行去考量的 而更加需要考虑的话呢 有可能付扣税的改革 会成为压垮 现在澳洲房地产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地产行业已经出现了下降 我们其实看到了已经出现了一些物业负资产的一种状态 就已经出现资不抵债了 但随着银行进一步的收缩 进一步的政策性的收紧 那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信贷市场的连锁反应 那么所以说 这个很有可能随着情绪的恶化 会导致地产市场进一步进行下滑 甚至是快速下滑的一种可能性 而且近期地产行业的震荡呢 对地产相关的投资的产品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看到比如说澳洲非常有名的地产的开发商 Landlist的股价在近期几乎是跌去了一半 然后呢建筑行业相关的股票 James Hardy也低出了40%之多 而一些相关的地产的上市信托rates呢 表现也是相对是比较差的 跌幅都是在10%几到30%几左右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唯一相对比较好的表现呢 就是地产信贷类型的产品 随着银行进一步的撤出房地产的市场 我们看到一些地产信贷的产品呢 是给投资带来比较好的收益 比如说文林安呢 就在过去的一年 给大家带来超过10%以上的年华的收益 那您是否赞同付扣税的这种改革的策略呢 您是否认为现在是一个合适的进行改革的时候 您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投资哪些地产相关的产品 或者是或者一些机会呢 欢迎您在节目下方分享您对 这个题材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我们期待在未来和您有更进一步的探讨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节目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